譬如說姓名可能會重複啦 當然如果你的資料量小量的話 如果你覺得OK那也是沒有問題可以這樣做 那只是說第一個你要怎麼樣讓姓名也變下拉清單 我想做法上跟前面一樣嘛 第一個你就先把姓名的部分選起來 包含欄位名稱 公式裡面有個從選舉範圍建立 從選舉範圍建立的話呢 他會自動去抓你上面這個名稱 頂端列嘛 然後按確定 那你再看一下名稱關聯裡面有沒有一個姓名 確定一下是B2到B9 沒有問題那表示這個範圍就確定了 以後的話你按F3 他就會有個姓名出來 第二個就是你要下拉清單可以顯示的話 就切到那個我們查詢界面VBA這邊 然後點這個範圍的時候 一樣到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把它改成清單 然後呢來源就F3就可以了 我習慣用F3 然後呢找到那個姓名按確定 這個時候他就會幫你把姓名丟到這邊 變加上一個下拉清單的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選其中一個 理論上呢 他應該要幫你帶出其他欄位出來 可是現在會嗎 現在沒有 為什麼 因為你還沒有寫那個事件 沒有在那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你沒有去撰寫那個程序嘛 所以即便是C3改變了 他也不會做什麼事 所以變成說這個地方怎麼樣 你要再思考說 那我怎麼去控制C3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再到那個開發人員裡面的那個Visual Basic裡面 然後呢找到什麼 也是一樣 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的這個工作表物件 當這個工作表物件一樣是Change 不過剛剛是判斷什麼 C2對不對 所以其實有一幾種做法啦 你乾脆直接把這一段程式法怎麼樣 把它複製 然後呢貼上Ctrl C對不對 那因為他們是個別的 就是沒有互相重疊的 不是說 If Else 你就直接複製它 然後貼到底下 空一行好了 習慣上這樣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比如說我今天是要判斷是C3的話 那你說類另外再重啟一個判斷 反正呢它是C2才會去做C2的事情 不影響嘛 反正它如果用編號 那就做編號的事情 那如果是C3的話 那就做C3的事情 C3 可是C3的話變成說 如果是C3 也是一樣啦 你現在改一下 如果C3裡面是空白的話 那就把C2 C4 這邊 2跟3顛倒 那查詢不能扣查詢 因為扣查詢是 把什麼 把那個編號以外的帶過來 可是呢 這邊恐怕要多一個什麼 查詢 乾脆要查詢2好了 比如說不要同樣名稱 或者是說你可以怎麼查詢底線 叫姓名好了 就是說你可以 像我的習慣是會多起一個底線 然後叫什麼東西 那如果你覺得麻煩 你就乾脆打一個查詢2好了 那查詢2的話呢 再來修改一下 就是把什麼 把C3的東西一樣丟個X 所以C3就是它的姓名 當裡面有判決的時候 那把C3帶一個X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當然你 這也不是憑空 我們也不是要 叫你 就有點像 憑空抓藥 像同學有些時候問我問題 都叫我要憑空想像 所以我都說請你給我一些檔案最好的 你如果沒有個檔案 我不知道 他就丟一些東西給我 然後或者丟一些問題 那我也不知道 我就要想像那個情境 那他太抽象了 所以如果你有東西 那你就直接看就好了 所以Range C3 就是當他丟一個姓名給你的時候 那你要做什麼 一樣切到什麼 切到Lookup這個工作表 然後呢 再來怎麼樣呢 切過來對不對 好你就切過來 然後你程式就接著寫就好了 所以這些東西 你都不要憑空想像 好你切過來就照切 接下來你就會寫接下來的東西了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 我都不是憑空想像了 反正你慢慢寫都無所謂了 你就享受那種寫程式的樂趣啊 就一定不會寫錯嘛對不對 你就切過來好 我們現在切過來了 那你突然卡住也沒關係 你精神好一點的時候再寫好了 你就現在精神很好了 切過來之後對不對 那沒幾行 你不用求快 求正確 所以這些東西 我都不急著寫 反正就是寫對了之後 然後寫完之後 你還不要急著執行 記得一定要設中斷點 為什麼 因為我即便是腦筋很清楚 還是會寫錯啊 所以你設個中斷點之後 再慢慢去看有沒有錯誤 那基本上大概百分之九十九都不會錯了 所以我是這樣寫出來 所以我貼到雲端上東西 可能有的時候我沒有辦法 鉅細迷告訴你我怎麼做的經過 所以有的時候 為什麼要叫你們 一定要重新體會一下 道理就在這 因為你體會過之後呢 你以後就知道怎麼去寫出你要的東西 那這裡的話就是切過來之後做什麼 一樣 像佛I等於二到九 然後呢 比對的 這個是A欄 但是我現在資料變成在B欄 所以你就把這個改成B 對不對 然後再來做什麼 如果兩個相等 表示說你查的姓名是在同一個 找到 找到之後的話呢 你就把什麼呢 把這個 這個東西 就是 哪一欄呢 我要call的音量不是B欄 變成A欄的 A欄call到哪裡呢 A欄call到C2 然後呢 C欄 D欄 E欄 通通都不用變 所以底下都不變 然後再來就是EditFall 再來就是怎麼樣 跳離了 就EditFall 跳離之後就切回去了 那就完成我們的流程 那如果說呢 你不確定你寫完之後到底對不對 那你就在 可能會出錯的地方 比如說在哪裡呢 比如說在 在這個先關掉一下 在這個 這個地方 就是target的這個判斷好了 假設這個地方 然後呢 這邊記得把它改成2 call查詢2 好 那就回來這邊 試一下 當我改變了它 它又改了 然後呢 確定一下是不是C3 S C3 所以按F3 F8 然後是不是空白 不是 call查詢2 好 然後查詢2呢 確定一下 X裡面是不是 那個人的名稱 是 然後切過去有切了 然後再來看一下 兩個比對之後 第一個是不是 不是 第二個是不是 第二個 吳丹雅 第二個不是 所以應該是第三個 OK 然後再來 是了 然後就會把資料帶過去 帶過去 一直帶過去 那如果 確定沒問題 你就執行過就好了 看一下 沒問題了 再把這個刪掉看看 刪掉 沒動 為什麼 因為程式寫錯了 對 然後就知道 原來 C3 沒有 沒有 因為這邊有中斷點 卡在這裡 所以這邊要F8 這邊我看一下 裡面有Change嗎 它帶過來是C2 它可能是一個個判斷 然後有 這邊裡面是空的 然後把C2 其他藍也刪掉 這應該沒問題 再一次 刪掉 刪掉 所以它裡面是空的 它也還是停在這裡 是有C2 等於空置串 理論上這樣應該沒錯 所以這裡我想各位 先試試看 理論上這樣應該OK了 如果有問題的話 就在細負再Check一下 這個應該是一個中斷點 嗯 嗯 這個在細負Check OK 畫面先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大概就是 這樣做一個修改 這邊 那我這邊是這樣 所以以後 如果你又要查姓名 又要查編號 如果你要把它設計在 同一個工作表 可能會有問題 可能要把它分開來 不然的話呢 你一Change姓名的時候 查詢2 裡面 它就會去變動什麼 到這個A欄裡面 這個就是C2 那C2裡面的 這個C2裡面的 子被變動之後 它又回到 前面的那個事件 又觸發了那個C2 那C2又怎麼樣 C2又來改 所以兩邊又改來改 去互相拉扯 所以怎麼辦呢 如果將來 你遇到這樣的問題 可能你那個 同一個工作表裡面 要能夠同時查編號 跟姓名恐怕會有問題 要不就是查編號就好 要不就查姓名 所以恐怕你要在 額外再複製一個工作表 編號就編號 然後姓名就姓名 所以我這邊的話 我就把那個 事件部分 怎麼樣 把這個地方 原來那個編號部分 把它怎麼樣 把它觸解起來 把它 這上面有個那個 在VBA裡面有個功能 我覺得還不錯 按右鍵 這邊有個要編輯 在工具頁 有個叫編輯 比如說這個範圍 我如果要把它刪掉 我怕將來刪掉之後 我要用就找不到了 所以我的習慣是這樣 就是會把這邊 全部都變成註解 那全部變註解 就是把這個範圍 選起來 對不對 然後上面有一個叫什麼 使程式變為註解 這邊有個按鈕 按下去之後 它全部會在這一個範圍裡面 會幫你增加單引號 那前面單引號的話 表示說後面的東西 只是參考用 就是註解 就不會執行 那等到你將來 如果有一天 你突然我要再把它改成 改回來的話 很簡單 你就選它 旁邊的按鈕就是 使註解還原為程式 按下去 它又還原了 所以可以用這個地方去開關 盡可能 如果你不確定還要不要的話 通常會加個註解 不然你刪掉以後 你要找又找不到 所以這部分的話 把它註解起來 那再來執行的話 其實一切就恢復正常了 因為它就不會在那邊拉扯了 比如說今天改了這邊 它又改這邊 這邊它又改回來 然後改來改去 奇怪我剛剛整個想說 怎麼會有這種狀況呢 所以有時候要平心進氣 氣要定下來之後 你才有辦法找到問題 不然有時候 真的有點像鬼打牆 一直這樣 奇怪 到底發生什麼問題 尤其你精神不計的時候 那更找不到問題 所以有的時候 第一個 不要心服氣躁 第二個的話 像以前我們寫程式 會跟同事比較 關係還不錯 會請同事幫忙看一下 有的時候呢 真的很簡單的問題 它馬上幫你看出來 因為有的時候 人在非常執著 在某一個點上面的時候 你就看不到其他的東西了 所以你需要有些好朋友 比如說有的時候 鑽牛角尖的時候 它適度的幫你解圍 它就知道 原來你這邊 你呼叫了這個 然後你動了 動了什麼 你後面那個模組裡面 動了這個有沒有 C2的時候 那C2動了有沒有 他又回到前面 會又執行那個什麼 又要動這裡 那動了這裡之後的話 他又動別的地方 又呼叫查詢 又回來這邊 又去動別的地方 然後那邊互來 互相動來動去 所以結果不正確 OK這裡的話 提供各位參考一下 那這個是一個變化題 請給各位參考 所以這邊的話 我看等一下 這個東西 一樣看把它等一下 摳到雲端上給各位參考 畫面先 這個地方 好 試一下 應該知道在做什麼 就是把編號 改成姓名 一樣可以把姓名 下拉清單之後 帶其他的編號 或其他欄位進來 OK